香辣的咖喱面,苦中带甜的肉骨茶,嫩滑可口的海南西饭,在广西柳州市一家跨国夫妻美食店里,来自马来西亚的美食吸引不少食客前来探访,中国妻子维燕正在忙前忙后招呼客人。 与此同时,在留马来西亚的丈夫詹道庆也在时时刻刻挂念着这家小店。 这家美食小店不仅是这对跨国夫妇爱的结晶,也是中马两国有益的见证。 今年48岁的詹道庆是华三代,几十年前,詹道庆的祖辈飘洋过海,从中国海南门昌市远赴马来西亚仪保,依靠经营咖啡店谋生。 在耳濡目染下,詹道庆从小便和妈妈学习马来西亚美食制作,并将妈妈的手艺传承。 因为我在马来西亚,我妈妈都是做饮食的嘛,我舅舅那些他们也是在马来西亚,就是在仪保这一区都蛮有点知名的。 然后就我本身也对饮食有兴趣了,然后我就是从小就跟他学了,美食传承他的手艺。 2007年,詹道庆被当时所在的马来西亚公司派往中国深圳工作,与当时同在深圳工作的韦燕成为了同事。 由于思乡情窃,詹道庆经常会在宿舍里制作马来西亚美食,并邀请韦燕和同事前来品尝。 在一道道美食的诱惑下,詹道庆不仅抓住了韦燕的胃,也深深抓住了他的心。 两人在互相了解后,便顺利恋爱结婚。 我们是在深圳认识,就因为在一起工作嘛,然后我们就同住在一动物楼,因为他是马来西亚人,所以他来到中国这边吃东西有时候是不适应,所以他经常自己煮,然后叫上我们宿舍里面的同事一起过来吃。 2015年,由于马来西亚餐饮市场的收窄,夫妻俩决定回到妻子的家乡广西柳州,开设一家马来西亚美食店。 詹道庆为家中独子,离开就意味着放弃家族多年打拼下来的餐饮事业,但两人的想法依然得到了双方家人的支持。 很快,两人的夫妻美食店顺利营业,为了让马来西亚美食更加符合广西民众的口味,夫妻俩一有空便走街串巷吃遍广西特色小吃,研究当地人的餐饮习惯。 经过不断试验改良,夫妻俩烹饪的小吃,即保留马来西亚特色风味,又让广西民众更易于接受,受到当地时刻的热烈欢迎。 而随着中国国际教育的不断深化,越来越多东盟国家的留学生开始涌入广西柳州,在这座工业城市学习和交流。 由于语言与口味存在巨大差异,维艳夫妻两人的小店恰好成为他们未接乡愁的港湾。 冬冬学生他们来这里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语言上的问题嘛,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吃什么,我也会说马来西亚那边的语言,就普通沟通那些语言我都会,所以他们一来到这里的时候,我们都会用我们相熟的语言沟通,感觉有点亲切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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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